一会儿别乱说话 小老板 你们来了 小念呢 在厨房呢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 吃个便饭而已 还是我们小老板娘坑 那个 小念他没事吧 没事 坐吧 这也太多了吧 就吃个便饭这么夸张 怪不得公共书 你在厨房里面 你待了一下我 小念 做这么多干啥 累死了还吃不完怪浪费的 你们来我高兴 我就多做了一点 你呀 你这是这做饭分身发泄的吧 都跟你说了 让你不要去看 网上那些垃圾评论了 你怎么不听呢 我没看 真没看 这个事情呢 本来就是他们 出品方的错 买版权的是他们 再怎么说 也轮不到你去跟原作者沟通吧 是吧 估计是因为之前宣传 都把小念推在前面了 所以网上那些 不明事情原味的人 肯定是逮着 最初风头的人喷 有些人在网上评论啊 只是为了宣泄个人情绪 而不是真的发表意见 他们是为了喷而喷 他们甚至连事情的真相 都不知道 对于这些不了解情况 毫无是非观的人来说 他们评论是 我们何必在意 吃饭 快吃 这有应材 多吃点啊 吃不完不许出去 那你也不用盛这么多啊 我又不是猪 你喂猪呢 猪啊 只知道吃没有烦恼 猪可比你快乐多了 还说我是猪 宋经理 我去接一下 喂 石小姐 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跟西北老师这边 有点误会 但是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在发布会的时候 澄清这件事情 好 那就太感谢了 除了澄清茗玉的事情 小说改编权 也希望你们能尽快解决 这样咱们的合同也好 继续进行下去 我很理解西北老师 如果我是她遇到这种情况 也会很生气的 对了 还有发布会那边 如果需要我帮忙 我也会过去出面解决 出面结识的 好嘞 石小姐 那太感谢您了 那我们发布会在周六的中午 到时候会派司机过去经理 好 那我们周六见 好的 沐总搞定了 她愿意过来 学姐 你能再跟我说一次吗 我没太听明白 我们在周六的时候 会办一场发布会 跟你姐姐说的是 宣传她的漫画 顺便解释一下 这次的侵权风波 但其实 老宋 你来解释一下吧 是这样的 石小念 到时候我们还会安排您 以特别来变身分出息 你只要对石小念 多说几句好话就可以了 好话 这都要我教你吗 不管石小念怎么解释 你都认定她是明知故犯 然后你再替她 好好地道歉 我跟石小念关系不好 所有人都知道 我这个时候去替她站台 太奇怪了吧 这就是你发挥 你专业素养的时候了 知名女星 为了她影响不良的姐姐 含泪绝功道歉 多好的噱头啊 你还可以跟你的经纪公司 联系一下宣传的事情呢 我要去这件事情 石小念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这是给她的惊喜 这次惊喜的片程 就是签出的地址 和你们的未来 你是唯一的女主角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霸言 你们喜欢的哪些 算了 这才记得不太好 就这样 什么事 我 看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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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你不冷吗 你这怎么不拿个大衣来呀 你这加酸明治呢 你还不开心呢 没有 没有不开心 那个项目负责人 说发布会的事情怎么解决了 宋经理说会出来解释这个事 上午发布会开完 下午澄清的稿件就会发出来的 那还可以啊 说明他们是有公关的解决方案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是我自己的错 因为在此之前 我也知道他们版权有问题 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会努力完成 尽力解决 结果配合他们提前宣传改编 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不谨慎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也有错 我是你的直系上司 按理说呢 应该帮你过滤合同 分析项目的风险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真的不是你的错 我还担心会连累个恩义的名声呢 你看现在 微漫画改编 侵权这些事情 多敏感啊 结果咱们这事一出 正好撞到风口上 他们已经把我原来的作品 都拿出来编尸了 我特别怕牵扯到恩义 你放心 恩义这么大的公司 不是说牵扯就能牵扯得到的 那我也不愿意做一个 只会躲在蜗牛壳里的人 恩义是我的 你的工作室也是我的 这些 工作室虽然是你投资的 但是除了恩义的项目以外 其他的项目 都是我 丸子 白羽 努力去谈下来 努力去完成的 所以工作室 从来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工作室蒙上了污点 还连累了恩义的名声 我心里真的挺过不去的 不过也只是难过 毕竟人生总会经历 这么多风风雨雨 不会有人一直挡在你前面 自己都要去努力 经历 好好解决 我知道 你觉得我对事情不太计较 觉得我蠢 总想挡在我前面 总想帮我 但是我始终相信 用真心对待别人 努力工作 哪怕蠢 也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 你不是蠢 你是蠢到家了 即便蠢 我 我也会努力工作 早晚有一天 会让恩义科技 让工总裁 因为投资了石小念工作室 而感到骄傲 自豪 好 好 不得 天气快凉了 快睡吧 那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了 那我回去了 回去吧 晚安 晚安 你快回去吧 那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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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去了